卫牌终于开拓了MPV市场 上海车展迎来了卫牌高山 顾名思义高山像蓝山一样 也是一种很高端的咖啡 高山DHTPZEV插混车型 车长超过了5米 宽度1米96 高度1米9 虽然和主流MPV GL8 塞纳 腾师D9 5.2米的车长差了一些 但是轴距3米08基本差别不大 乘坐空间不相上架 外观上来看 短一些的车长主要体现在后悬之上 所以后备箱空间会小一些 主流MPV中起步的动力不足 以及油耗偏高是主要缺点 而高山在动力层面将会运用到 1.5T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的组合 该车型综合动力有358千瓦 加762牛米的最大输出 并且搭载电动智能四驱系统 发动机既可以和电机串联 也可以并联 又能发动机单独运行 过去几年不少自主品牌 都开始大力发展MPV车型 被GL8 Alpha称霸的时代走向了末路 现在国内MPV市场是百花齐放 再要说的是卫牌高山 采用长城集团32年的造车底蕴 历时四年打造 专为生产MPV而研发 得益于超长共轨的布置 可以同时满足六七座的布局 采用全铝悬架系统 虽然没有空气悬架 以及CDC电磁阻尼悬架 但是整车的调校 据说比Alpha开着要舒服 还给大家爆个料 除了这个5米级别的高山 还有一个高山咖啡的超大杯家常车型 预计车长来到了5米2左右 新车预计会是35万左右的起步价格 大家认为和GL8比会有竞争力吗